亚运掌棋官女性抬头戴姿影 国姓纯掌棋机会大员本预定在雅加达亚运开幕典礼上 担任伊朗史上首位女性掌棋官的里运奥运跆拳道同台队主阿里萨德 因十字任带受伤退赛 改由另一位射击女将阿哈莫迪顶替掌棋重任 也象征伊朗女圈提升 台湾亚运掌棋代表也可能是女性 预计今天揭晓 伊朗首位女性掌棋官华人20岁的阿里萨德在里运奥运地造立时 成为伊朗首位在奥运夺牌的女性运动员 当时她参加57公斤级赛事 去年则暂时竞赛63公斤级获银牌 今年亚运她也是夺牌重点 但因十字任胆伤是复健状况不理想 无缘亚运 台湾方面 上届仁川亚运掌棋官是男排 台湾队长 陈建真 2010年广州亚运则是与球女双世界第一检余竟担任 今年是否将派出女将掌棋 据了解 与球世界球后代资影 是大运局中金牌郭幸春都是考虑人选 体育属于即今天公布 日 韩也都将派出女运动员长棋 日本派出女蕾 诉求女王 上野由妻子 南韩则是由韩国联军女蓝队长林运席担任